5月18日,中国空军披露了一组轰-6K在南海岛交起降训练的图文和视频。 分析认为,轰-6K此次首次降落的是位于西沙群岛的永兴岛机场。再加上十几天前,美国CNBC揭露,中国在过去一个月里悄悄地在永鼠胶、主臂胶和美技胶上部署了影机12型反舰导弹和红旗9B型远程地对空导弹,外媒借此两件事实则也是一件事大肆炒作。 美国国防部称,中国持续军事化的做法将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因素。 越南外交部21日提出抗议,毫不相干穴插手南海事务的澳大利亚防长潘恩批评中国此举破坏稳定。 新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戴维森·Bill Davidson指出,中国几乎已拥有了对南海的控制,中国或利用在南海建立的军事基地来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 该国部署在该岛屿的军队,能轻易地击败任何其他深锁国的军力,但在华盛顿表态称中国的行动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时,菲律宾外交部并没有像越南那样跟进谴责中国。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言人5月21日表示,对中国在南海争议海域部署轰炸机仪式表示关切,但菲律宾政府现在并不视其为威胁。 杜特尔特的发言人罗克·哈瑞·诺克说,我们注意到出现的报道,我们对其对维护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的影响,再次表示严重关切。 但杜特尔特总统并不认为中国战机的南海训练是威胁,所以我们并不将这件事看成一个紧迫的威胁,同时我们也不把中国看成威胁,因为我们之间刚刚建立了友谊,我们也正在采取合适的外交行动,保护我们的主张,并将在费来继续这么做。 上次,菲律宾对中国在南海部署导弹的发言也很和善,发言人罗克称,菲律宾关注中国在南海的导弹部署,我们有信心这些导弹不是针对我们的。 自杜特尔特2016年6月底上台后,杜特尔特权衡利弊,彻底改变了前总统阿基诺三世亲美繁华政策,转而实行对华友好的政策,强调务实合作,振兴菲律宾经济,中非关系由此因转情,两国搁置南海争议,在经贸、海洋问题等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据菲律宾星报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5月19日重申,如果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一味强调几方声索,将招致无法承受的大麻烦,菲律宾没有实力与中国开战,与中国对抗意味着麻烦,而且,中国是我们的新朋友,我们刚刚建立起友好关系,正处于相互了解的初步阶段,我们不能破坏这种关系。 现在南海问题,只有占领沃国,29岛屿的越南,和喜欢插手南海事务的澳大利亚在上窜下跳,就看我们中国什么时候才收拾这两个另类。 当然,也还有 在北纳河的这里